那么造成这位侄儿惨死 举行叛逆造反的人究竟是谁呢 他们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 当时安禄山担任的是 范阳金河北省卓州市 平鲁金辽宁省朝阳市 以及河东金山西省太原市 三镇的节度市 这权力也太大了 实力也太强了 这就使得安禄山的野心也就膨胀了 所以安禄山于天保十四年的十一月 命令他的部将史思明 从范阳出发 打出了奉圣旨讨伐逆臣阳国中的旗号 发动了夺取大唐最高政权的战争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爆发了 安禄山的叛军 由步骑兵混合组成 所以他的行军速度很快 准备渡过黄河 然后向西进攻大唐首都昌安 当时的大唐王朝这和平时间太久了 不知战争为何物 也不知如何应对突然爆发的战争 当得知安禄山造反的消息的时候 开始不相信 当消息确实之后 民间一片混乱 朝廷上下时荒作一团 这就使得叛军所向披靡 黄河北岸各军纷纷投降 大唐王朝危在旦夕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挺身而出 力往黄澜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颜真卿的这位 侄儿的父亲 当时担任 常山郡太守的颜稿卿 正如颜真卿在记者文稿中说 儿腹结成常山作俊 可是这句话 颜真卿涂抹了三次 先写成受制 再写成威胁 最后改称结成 这就表明颜真卿在斟酌 用什么词去形容和描述 这个颜稿卿更准确呢 也表明颜稿卿当时在常山 处境的复杂和危险